大家好,我是章話高中學生會議會長林光甫 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幾個月以來 我們進入到學生會議這樣子一個體制內的學生自治組織的一個心路歷程 傳統的教育總是告訴我們要尊師重道,要敬勞尊賢 這樣子尊卑的觀念卻讓學生在學校裡的人權往往難以發展 這幾年來,就算民主教育,就算這樣子的公民的教育 深植在我們的課本,在生活之中 很多老師呢,他表面上跟你說,我們尊重多元的聲音 我們尊重學生的人權,但實際上在他的內心 他卻是根本不至一故的 在校園裡面,這些老師們他們害怕他們心中所想像的校園秩序來去受到破壞 他們害怕他們和諧的校園因為太多的聲音而有所改變 這些老師他們不願意為這些學生他未來要怎麼走 未來要怎麼走去做規劃 這些老師他是這些學生怎麼發展最重要的阻力 他們隨吧唱總是說,我們是為了你好,我們是為了你在幫助你 但是,你們真的是在為了學生嗎? 加入學生會之後,除了老師 其實我們還面對到很大的一個問題是 其實我們的同學,他們不把平常校園的人權當作一回事 他們把這些禁錮,他們把老師、校方對同學們的禁錮當作日常生活 他們覺得我們每天的生活這樣子被綁住是沒關係的 所以學生會我們常發現到 學生會要透過辦理很多的大型活動 像是一些校園演唱會、園優惠才能獲得這些同學們的關注 像最近我們在籌辦一個張宗一年一度都會有的這個校園演唱會 為了辦這個演唱會這樣的一個社團表演 我們投入了八成的能力在這之中 但是這八成的能力,我們真的換到那麼多同學對於我們的關注嗎? 一起來學生會為了得到大家的關注 不斷的再投入更多人力、投入更多資源 相反的在學權、在權益的提升上 我們的人力、我們所能擁有的資源就越來越少 所以說其實我們應該在這個活動的辦理以及學生權益的推廣上 持續的來去做改變 在彰化高中學生會一直以來 其實都是非常的注重在這個活動的辦理之上 但是呢,今年為了讓大家的校園生活能夠有所改變 我們辦理了很多的演講 我們努力的希望突破大家對於學生會的既有想像 我們希望突破這樣子的一個框架 讓大家的校園生活能夠更美好 在前幾天,我跟幾個同學一起在我們的川堂舉辦了一個短講 那我們拿著大聲工對著所有正在吃午餐的同學們 大喊婚姻平權還有我們校園人權的問題 但是呢,在我們那邊極力大喊的同時 願意寬恕我們的同學卻是少之又少 所以說,學生會到底它需要怎麼樣的一個發展 需要改變的是我們一般同學對於校園人權發展的想像 關於學生會,其實在進入校園之後 有更多的老師他會對著你講 其實學生會,你不是一個民意代表 你不應該幫同學發聲 你只需要扮演好我們之間與同學溝通的橋樑 你不需要去想那麼多 但是這些是對的嗎? 學生會平常其實是學生裡面能夠享有最多資源 能夠最低一線去接觸到各個處事 各個能夠掌握權力的老師們 但是,同學對我們的想像 當他們遇到問題,他們走出來找我們的時候 我們去找學校反應 但學校卻認為這不是你的事 這樣對嗎? 所以說,學校對於學生會的想像應該更加的改變 我們要透過改變學生會與同學之間 與老師之間的關係 讓所有的聲音都能夠在這個 已經成風已久的校園裡面 來繼續努力,繼續發展 我們當學生會長之後 我們在校園平權,校園人權的部分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想像 但是呢,到行政的老師那邊 他們卻是說,其實這個根本沒關係 過去二十年來就是這樣了 其實呢,我們把你的餐餐權 我們剝奪你中午午餐的權利 我們把你把持住了 是為了讓你吃得更健康 但是對嗎? 一餐四十塊的營養午餐 真的能夠讓同學吃得更健康嗎? 讓同學去外面 讓市場機制進來這間學校裡面 其實才是讓學校校園的財產權 讓同學的自由權更加來做發展 最後,我想提醒大家 其實學生每天花了十幾個小時在學校 他花在學校裡的時間 比在家裡的時間還要多 但是就是因為他在學校 校園裡面的人權往往難以被發現 同學們也因為正在學校 我們用監獄室管理的方式 讓同學們慢慢的 對於生活租交的認知越來越不敏感 我想提醒大家 在校園裡面 請持續你對於這個環境的想像 請持續的保持你想要改變的一切 請讓我們繼續用溫柔 而又堅定的力量 去為這個已經死成已久的校園 來做出改變 謝謝大家